梅雨封面整个都还是在台湾的上空 比较明显的对流 其实台湾的上空 都还是持续有一些紫色的云块 代表说它的对流 还是发展的蛮旺盛的 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 以及花莲的山区 我们目前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 其中在台中还有彰化这两个县市 是有发布豪雨特报的 稍早一点 在台中跟彰化沿海 是有发生比较强的大雷雨 短延时的强降雨 三小时的累计量也有突破100的部分 不过由于自由封面北台 比较明显的对流区域 已经不在台湾这边 所以明天的降雨会相对的和缓